一阵狂风吹拂 车辆后方挡风玻璃 立刻被强风吹破 甚至还激起阵阵火光 车内所有人压低身体 祈求上帝保佑 躲过龙卷风死结 每年四十七月 是美国龙卷风号发季 不少人出于兴趣 驱车只为一堵 这个大自然巨兽 为了美国伊利诺州 这群追风者竟然算错距离 误闯龙卷风行径路线 强劲风式夹带泥水杀石 车辆被黑暗笼罩 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四人 幸运死里逃生 2023年3月密西西比州 也遭遇墙台等级龙卷风侵袭 民众直击暴风里多道灯光闪烁 极有可能就是车辆车头灯 里面有没有人不得而知 为了躲避龙卷风 当地有餐饮业者 躲进冰柜内 当他们再次打开门时 家已经不复存在 根据数据显示 2023年龙卷风在全美夺走 至少83条人命 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冲击 已经不容无视 三连新闻新台湾报道